我認真的研究精選基歐股誠心的對待會員 用對時對價低進高出為操作原則 代投資人一同獲利出場 我是投箍界孔劉 憲龍老師 大家好 歡迎收看價景投資 大盤今天一個走勢 跟量價結構的配合相當漂亮 開個小高盤之後 起到平盤之下 微盤補量上攻 產生上漲155點的多方結構 非常的漂亮 整個疫情的利空 對台股似乎有越來越頓化的現象 每天人數都在增加 今天又來到2300多例的安逸 反而我的主題 採低階模式 是目前我看到疫情人數增加 所提供給你策略 低檔 低階 低風險 沒有辦法 行情會這麼走 你就要比照這樣的模式 你跟操作的難度才會降低 所以每次有大利空來臨的同時 我才會告訴你 要站在買風 勇於乘接 4月12號 當時有殺到破蛋低點 沒有錯吧 藍疫人數本來幾百人 說要破千 你是不是剩在等 我說不管疫情人數如何增加 它總不會比俄烏戰爭開打那個利空 還要更衝擊 所以這兩隻腳的一個低檔 不容易跌破 所以殺到支撐 站在買方 是不是 籌碼 是不是越來越乾淨 融資在下降了 所以漲上去之後 打下來連三黑 第四隻腳 為什麼有第四隻腳 禮拜 陳時中部長 預告 台灣藍疫人數 可能會比照香港人模式 15% 2300萬 15% 就是345萬的人口 可能會藍疫 但我說過 有那麼嚴重嗎 以我們台灣 國人口罩的普及率來講 大家都習慣戴口罩 這全球只有台灣 會遵守這樣的規矩 所以不可能那麼高 但是部長把最外情況 講給你聽 就是為了黃黃衛藍 畢竟台灣是一個島型國家 不可能一直鎖國 邊境終究要開放 是不是 所以把最外情況告訴你 就是要讓國人有心理準備 做好這一波疫情 所帶給你的一個衝擊 所以當禮拜 你看到這個數字 你是不是很害怕 但是下來是不是第一四隻腳 第一四隻腳買還是賣 如果你學K線戰法 單一層面來講 連續三天的下跌 那是一個反轉 向下的一個訊號 那是賣點 那是空點 但我說做股票沒那麼簡單 你要面面俱到 量價筹碼形態 K線戰法 費勢係數等等 你都要了解得很透徹 你又知道為什麼 形態上來講 這第四隻腳的位置 是一個漂亮的低階 跟第三隻腳的一個位置 都是接近支撐 沒有錯吧 所以跌下來踩低階的模式 風險真的很低 利潤呢 當疫情對盤面利空 越來越頓暖的同時 它只是會越來越漂亮而已 所以禮拜一殺下來 這是一個低階的一個時機 昨天禮拜二 漲了94點嘛 成績上只有2200多億 這當然不是一個漂亮的攻擊量 我說這個盤 要緩步墊高 成績上要擴增 今天台股呢 殺到平盤以下洗完盤之後 成績上擴增到2900億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尾盤收最高 漲155點 出量墊高 Bingo 這盤如果要維持 一定的一個漲勢 成績上3000億才夠 否則 就是慢慢的 比如說漲兩天回一天 漲兩天回一天嘛 如果量價結構沒辦法 一直維持在3000以上的 一個水準的同時 你也不用擔心 你也不用擔心啊 因為我目前所看到的是 這一道支撐 守得相當漂亮 接下來就看你的個股 如何做拿捏 如何做操作跟選擇 檢測 這個所謂的一個快篩的三檔股票 這是我近期 面對疫情人數不斷地增加 所提供給你的三檔 你可以操作的生計股 有沒有需求 今天藍藝人數2300多億啊 有沒有快篩的一個需求 相信大家很清楚啊 那重點 當這一檔累積 昨天盤中低頂版 買在低檔的不用怕 誰會跟你分析這檔股票 昨天你不用擔心的 當一檔股票 漲了五根停板之後 成本已經拉開了 如果一檔股票 你買在一個相對的低檔的 安全的位置 包括上禮拜有回檔嗎 我要告訴你 長線看好啊 需求存在啊 所以低檔 是不是低風險的一個操作 你比較容易賺到波段行情啊 否則等著漲了一大段之後 接下來呢 你會驚慌失控啊 所以昨天 累積它是跌停板 不用怕 今天又讓你多創造一根漲停板 什麼是講在昨天 讓你印證在今天 如果你昨天沒有看我節目的 或是沒有時間看的 去看一下我YouTube頻道 累積啊 我怎麼分析它的後世的 是不是 價錢投資概念的基油股 所呈現的檔檔 都是品質保證的 成長性的基油股啊 你放心的大膽 第一個時間來跟我買 你看到4月7號 累積已經快速的攻漲停 11號第二個燈 開始震盪洗盤 上禮拜三我們告訴你 我看好累積 泰博 贏肉 長線的需求 你根本不用擔心 一天的回檔跟重挫 跟我昨天在分析累積一模一樣 去看一下4月13號的節目單 講完之後 隔天馬上亮燈 再度的印證千老師的一個分析功力 跟超版水準 重挫你敢不敢買 你不敢買隔天亮燈第三個燈 15號第四個燈 禮拜第五個燈 那昨天呢 漲多了 需要落井下石嗎 需要酸葡萄 希望它跌翻嗎 看得懂趨勢 看得懂長線的架構 昨天累積燒到跌停板 你是不會怕的 你是不會怕的 今天再度的奉送你一根漲停板 轉波段要靠實力 轉波段要需要給健老師時間 好不好 這一檔泰博 20分鐘交易盤的 也不用我分析啦 昨天一樣告訴你 買來低檔你不用怕嘛 今天不是大漲6.3%嗎 分盤交易就讓他分盤交易嘛 越關是越大尾而已嘛 因為太強了嘛 這是一件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你在選擇股票 當然要選基本面最好的 股價表現才會最強啊 所以近期貨櫃三雄的股票 哪一檔最強 長榮 陽明 萬海 哪一檔最強 你自己電腦愛音案 是不是長榮股價最強勢 萬海跟陽明幾乎是很理 沒什麼動 只是說近期 台股反戶的打底過程當中 你聽從千老師的建議 不管是買長榮 陽明 貨櫃的 至少這一段時間你沒有受傷 那買長榮的你不僅沒有受傷 還表現比大盤強勢 你是獲利ING的 所以來看一下之前長榮 第一趟的操作 殺到138.5 這樣跌了三十幾塊錢 三天回檔較轉折 急跌三天要買 這個位置要買 買了衝上去 量價不對稱不會過高 先賣一趟 漲了24% 30塊錢的一個長榮 166要先賣 就是因為高點有賣下來 股價變便宜了 買回的張數更多 這叫做獲利乘數效果 一趟一趟的累積上去 高點有沒有賣 是不是差很多 3月28號 殺到127 不殺低可以低接 第一隻腳的買點 您敢買嗎 千萬不要 當天大盤盤跌了300多點 如果你是我會員 至少你看到我告訴你 可以買進長榮 你不會殺低 我們說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在那邊 孤軍奮戰 單槍匹馬 你那天看到大盤跌了300多點 你恐怕會把它賣出去 所以我當然跟你分享 我的看法跟操作建議 融資一定會大減 太怕了 跌那麼深 還會不會再跌 所以127 是我們接回的一個位置 給你規劃是 如果有回檔打第二隻腳 要會買 沒有錯吧 先畫給你看 你才有辦法做好準備動作 這就是預告未來 股票 看未來 大家很會講 看未來是它的基本面 好我們才要採低接模式 那什麼位置可以低接 什麼位置可以低接 127沒有買的 下來的128.5當然要買 有沒有 4月7號打下來 這不是第二隻腳的買點 下來第二隻腳要上車 是不是 是不是夠水準 我有帶你去追高長龍嗎 有嗎 我是逢低沉接的模式嘛 跟目前台股 第四隻腳的反覆 足底的狀況一模一樣 踩低接模式 兩隻腳就上去了 所以在4月8號 雙底一旦建構完成 它就是波段 所以不用去做價差 不用假 這種500多億股本的個股呢 不用想說賺那一兩塊價差 浪費你的時間 一支股票好好的 讓你做到沒了 你知道嗎 所以不需要假後 波段就是波段 所以你看一下 接下來我對長龍的一個看法 漲上去回檔 一三二 還會再漲 或者說先賣再接嗎 沒有吧 沒賣 沒賣 就是沒賣 我當天有跟你分析 長龍經營度的基本面 我說低接營收率很高 你去年度下半年 旺季的長龍 業績數字更漂亮 去年度下半年 一個長龍旺季嘛 第三季第四季 各賺15塊錢 總共賺30塊錢 上半年才賺15塊錢 今年度第一季 EPS就有機會 比去年度旺季的一個行情 超越15塊錢 所以我已經很保守 估算長龍EPS 今年度60塊錢 原由於去年度的45塊錢 4月12號那個禮拜 我就分享我的看法 你昨天4月19號 有沒有看到報紙上的看法 法人估美股存益68.14 長龍 我有沒有領先市場 我有沒有領先法人 我有沒有領先媒體 你是會員 你是第一名的贏家 因為兩隻腳買點是我帶給你的 波段就是波段 回檔不賣就是不賣 每次的回檔 我都告訴你不用急著賣 對不對沒錯吧 跌下來告訴你不賣 上禮拜是一樣啊 開高走低一樣不賣 禮拜又開高走低啊 我留啊還是不賣啊 有什麼好急著賣的 量價有沒有失控 幹嘛賣 基本面比新年度更漂亮啊 所以根本不需要急著做調節的動作 是不是 所以當禮拜再度的提醒你黑街棒 長龍是可以留下來不用賣的情況之下 禮拜二昨天 142.5 一步一腳印的帶領會 創下波段性高的一個走勢 沒有錯吧 今天的長龍 144.5 再創新高 貨櫃三雄你要跟誰操作 你想買長龍的 或想陽明的 萬海的 你要跟誰操作 你覺得比較容易產生 可觀的財富效果出來 親愛同朋友 兩隻腳是我帶給你的 回檔修正 也是慶老師 不厭其煩的在2點半這個節目 適時的提醒你 不需要做加差 你就跟我抱波段 所以抱波段的個股要給我時間 要給我時間啊 尤其目前的行情 好操作嗎 反覆的打底 上去又下來 就在洗籌碼嘛 所以整個長龍的股價 一個架構 你看一下 陽明 目前橫移沒什麼動 萬海 也是橫移 沒什麼漲到 但是為什麼長龍那麼強 除了基本面很漂亮之外 籌碼很乾淨 在上漲的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看到 融資水位還在下降 越漲 籌碼越安定 所以抱波段對還是錯 相信投票你應該看得清楚 所以對未來 接下來台股 受到疫情影響 利空逐漸鈍化的現象 很多檔個股 等到盤勢 來到3000以上 它會用衝的 它會用衝的 有低點記得要趕快上車 這一檔每月營收 年成長兩位數字的基油股 連續7天的黑街棒之後 第8天的紅街棒 止疊向上 這是一個買點 它禮拜是來到波段低點 就如同我長龍給你的 127128.5的兩隻腳買點一樣 波段低點 誰會帶你買 你以為那個位置很簡單嗎 你以為這個位置 抓轉折很簡單嗎 你們老師做得到嗎 所以這檔個股 一樣拿到波段低點 這是一個買進的時機 里巴爾持續性的墊高 我說還沒轉完 但昨天它的成量不太夠 所以有回檔 當然可以上車 今天這檔股票 有平盤以下 讓你買 這是一個機會 你務必要把握 對一些個股的資訊 你想進一步了解的 你可以加入信老師LINE 小歐斯STOCK 178 或是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把節目時間交給曾偉 歡迎回到價值型投資 再把時間交給蔡老師 6104的創委 我從172.5沿路的分段操作 327賣 累計報酬率在這裡 139% 327賣掉的一個創委 這邊有做接回 那這一趟當然是賠錢的 因為他已經在4月7號走落了 所以我在4月8號提醒你 昨天就是4月7號嘛 形態突破 如果第一個時間點沒有賣的 第一個時間點沒有賣的 彈上來還是要賣出 好不好 所以第一個時間點有沒有賣 當然會差很多啊 所以整個創委的一個架構呢 當它回到4月15號的220 你這個位置已經差了超過70塊錢了 如果你高點沒有賣 220要賣嗎 需要賣嗎 創委的基本面有改變嗎 對於我以前的分析 你應該言由在而吧 所以呢 一當股票 負管理過大了 來到220的一個創委 籌碼又很穩定啊 融資 洗得差不多了嘛 當然不用殺低啊 要給你幫助 是第一個時間點你要會賣 如果沒有賣的 第二個幫助再220 不用殺低 因為我知道 每次提醒你們 不要看完節目 再跟單 買股票玩我一天 賣股票也玩我一天 一來一往差兩天 你賣付 所以呢 每天不管怎麼講 總是 還是有一些觀眾朋友喜歡跟嘛 喜歡跟遇到問題才會來找我 如果跟單有賺錢是不會找我的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所以呢 要跟單的再度的提醒你 自己設好挺立挺損點 畢竟 今晚會規定 分醫師只能對會員做操作上的建議嘛 你不是會員 你自己要散設挺立跟挺損點啊 所以呢 兩次關鍵性的時刻 為什麼要跟你帶到 謝老師是不是菩薩心場 你看我這邊 故意故意啊 能幫助你的 你們有問題的 我會盡量在電視上解給你們聽啊 至於要保留給會員的 我一定盡我所能幫會員創造最大利潤嘛 所以這次的創委 之前累計報酬率那麼漂亮啊 每一趟都賺錢 從172.5這天開始 賺了那麼多賠了一趟 如果你認為這樣的操作不及格 你當然可以另請高明啊 至少謝老師勇於面對觀眾跟會員 有賺錢你看得到 有賠錢你也看得到 難道賠錢的時候 我要告訴你 in out我還是賺錢嗎 不可能的事情啊 所以當創委殺到220 負乖力過大 籌碼穩定的 真的不要殺低啊 所以你看到創委 4月18號最低221啊 對這一段已經差了77塊錢嘛 這時候去賣它沒什麼道理 所以今天的創委你看一下 最低跟大盤一樣 大盤開個小高盤之後 洗到平盤以下 擴量上工 漂亮的走勢喔 如同我昨天預告嘛 昨天2200億的一個台股的量 它是不夠的 它一定要擴量 擴量才有辦法持續性上工 那我希望是來到3000億 維持3000億以上的攻擊水準 到時候個股會活蹦亂跳 所以今天創委受到大盤影響 最低殺到幾塊錢 哪有得剛好 就在220 就在220 就在我上禮拜提供給你的這個看法嘛 所以220是買點還是賣點 今天殺到220 更正一下 不是200啊 我寫錯了 220 對不對 是不是又殺住了 怎麼那麼剛好 怎麼那麼剛好 憲老師 代會員操作股票 是用拆的嗎 憑感覺嗎 所以整個創委今天呢 回測220之後 尾盤拉高 漲7塊半 來到29啊 所以今天的創委撐得很漂亮 再220他就殺住了嗎 那如果殺住 他有沒有機會往上走高 這答案應該是蠻肯定的 所以目前的行情 磨人 磨信心 比的是你的股票 未來產業的架構基本面 會不會大幅度成長 你跟我一樣 用反市場低階模式 相信 一樣會得到一個肯定的 大波段的操作效果 就像這一檔金星啊 3月9號殺到52.6 是不是夠低 大家喜歡買低檔的股票嗎 當然那個低檔要絕對的安全啊 如果買到低檔還有更低呢 沿路摸底 不是你可以承受的一種操作模式嗎 你的資金就是一套啊 一定要看準的才輸索嘛 怎麼可能每天買每天買買不停 是不是 所以這檔個股 來到一個相對低檔的絕對安全位置 52.6開始帶你買 接下來沒什麼低點了 這邊64把檔回到60附近接回兩天 上去74.3麥 兩階段52% 你以為一檔股票要賺五成很簡單嗎 你認為很簡單嗎 你之前有持續鎖定我節目的 你應該知道 建老師一步一腳印 每天持續性的追蹤 所累積給會員的真實績效 就是52%嘛 因為高點 10月13號 我們跟你對時對價 賣在74.3 賣完之後 隔天大漲 盤中啊 77.4啊 你應該認為我賣錯了嘛 是不是 我會告訴你去追嗎 15號跌到72.1 我有賣錯嗎 你擺殺到67 你會不會想接 74.3賣的 67想不想接 我可以告訴你我沒有接啊 所以在昨天彈升的過程當中 金星再殺一波我才會考慮接回啊 所以如果你對於電動車這一檔 金星你想買的今天提供給你看吧 再等一等 想低接的 stand by 買點浮線 第一個時間帶你上車 這一檔股票 3月營收新高 年增長率超過9成 將近一倍的機油股 從高點下來 回檔13天 轉折向上了 未來波段行情 親老師在今天 特別邀請你跟我一起來掌握 所以對於目前的行情 還不曉得哪些強勢機油股 你可以跟我布局低接的 歡迎你此時此刻加入親好上行列 從明天開始 我們一起來 對時對價 我們節目時間交換給曾偉 感謝兩位來賓的分析 提醒觀眾朋友本公司 他所推薦分析的個別有家正確 沒有不當的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的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告獨立判斷 審生評估 並且是自負投資風險 進行操作順利 我們再會 訂閱價值型投資 慶隆老師對時對價的真功夫 讓您隨身帶著走 掃描QR Code 加入LINE以及Telegram 最及時的有價訊息 讓您看得到也賺得到 注意一下